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台灣的新的內閣陸陸續續公佈了 很多人關心外交部長 關心這個 其實我說外交部長我一點都不care 是林佳龍或是誰 這個不重要 因為你說林佳龍從來沒有外交的資歷 你去看看蕭美琴也沒什麼不資歷 轟了一個不知道的駐美代表 在這之前還有陳唐山也沒有資歷 沒有資歷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 台灣的外交部長有事做嗎 沒事做 因為我們根本沒有外交 其實台灣只要保留一個叫做美國部部長 這樣就可以了 你只要做好美國關係 就做好了全世界的關係 至於什麼英國 歐洲 日本 他們根本就沒有任何的邦交的空間 那也卑躬屈膝 最重要的是定期的去賄賂一下那些穿裙子的 穿草鞋的 而且你知道早期 我們買這個邦交國是買會員制 好歹呢撐個什麼三年五年了 像沙烏地阿拉伯這種 撐個幾十年 現在啊連會員制都不是單次出場費 就是每一次的交易啊就是單次出場 你去看 每次在什麼聯合國我們發言呢 就講個15分15秒鐘20秒鐘 然後就拿錢拿錢辦事走人 甚至有時候呢把這個中華民國的這個名字還講錯啊 還講成這個這個反正荒腔走板的事情是一大堆 所以我不是那麼在乎大家關心什麼外交部長 是不是林佳龍 是也好不是也好 我覺得這個都無所謂 因為外交部根本就沒事做 我倒是非常關心一個部會叫做教育部 為什麼教育部呢 因為孔子說過嘛 導之以政其之以行 民免而無恥 導之以德其之以理由恥且格 這個國家的百年大忌啊 這個教育部長呢我覺得具備要幾個特色 第一個他要有完整的教育資歷 第二個他要國際事業 第三個呢他最好有一點前瞻性的思維 第四個也是我認為最重要的是 他要有一個明辨是非的好品德 因為這是一切的基礎 如果他本身就是一個吸附陸的人 也是一個學位有問題 然後論文有問題是非不明的人 當然這種人當教育部長 你覺得台灣的教育未來有機會嗎 這個百年大忌出了問題 台灣未來一百年都不會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呢傳出已經確定的 教育部長是正應要 此人何人也坦白說 我在教育界我在台大這個龍頭大學呢 也待了二十年 我從所長到教務處 也牽涉到一些校際之間的活動 我從來不知道這號人物 正應要那當然可能就是我 才書學潛孤陋寡文吧 所以我就Google 了一下他 喔我看到了這麼一號人物 好我們先來看看呢 他走馬上任之後他有什麼使命感 這個標題呢是聯合報說 傳傳啊中山大學校長正應要 接教育部長學界讚 作風親民 我覺得這個標題露了兩個字 應該是作風親民進黨 這個我倒覺得是真的 毫無疑問去看他的這個背景 他一路走來的這個軌跡 絕對是作風親民進黨 好那麼交易團體 預先調整一個政策 什麼政策呢我們往下看 交易團體說 在正應要的領導之下 中山大學順利完成第一批 雙語的標桿大學 這個沒有什麼稀奇啊 我記得我剛進台大二十年前 我們就被要求要用英語授課 如果老師願意的話 結果我是台灣大學 第一批用英語授課的老師 我教什麼研究方法與統計 用英語授課 可是我覺得 台大的學生在那搖頭晃腦了 搞不清楚我在講什麼 所以台灣的問題不是在這裡 台灣的問題在於台灣的大學生的 英語的聽說能力太差 那可能文法不錯 這個單字也可以 但是聽說能力太差 聽說能力太差的原因是在什麼 是因為台灣沒有外語環境 再加上如果我們今天要推雙語教育 你第一個是要我們要有夠資格的英語老師 不是只有 This is a book 這麼簡單 我們再往下看 這些教育團體也是腦袋不太清楚 我們再往下看 畢竟雙語教育在大學中小學推動是不一樣的 如果正義要介紹部長 能夠呼籲他重新檢討雙語政策 這個我同意 我認為如果真的要推雙語政策 我舉三隻手贊成 我在這邊做一個小小的爆料 在賴清德還在當台南市市長的時候 那時候我做那個節目政經現實批 我的節目中曾經有一段 大概連續一個禮拜 我強烈的呼籲雙語教育 而且我還把雙語教育要怎麼做 從頭到尾的SOP講得非常清楚 結果你知道嗎 賴清德派了他的秘書長陳美玲跟我聯絡 然後隨後很有效率的就派了他們的雙語小組的人 到電視台跟我見了幾次面 那個時候我好像好像已經到了民視 因為他前前後大概有一兩年的時間 跟我談了很多雙語教育要怎麼推動 我跟他們講的 他們也很虛心做筆記還錄音 回去一步一步實現 但後來我不知道碰到什麼問題 當時我跟他講最大的問題出在哪裡 要提供師資 那我還跟他講到非常細 我說師資怎麼做 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要用重金挖一些人到台灣來 那這些人絕對不能是台灣訓練出來的英文老師 因為台灣訓練出來的英文老師 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那我們就來看看 如果你是台灣的教育體系下 學的英文不管你學幾年 下場就是像我們的吉祥物施呼嚨一樣 那我也就開個玩笑了 如果今天台灣這個新的教育部長正英要真的 真的要接這個教育部長 而且他真的要推動所謂的小學初中 從基礎開始的雙語教育 那我推薦這個人來接這個位子 就是台灣英語教育正英推動小組的造集人 就我們的吉祥物 來 我們來看看好久不見的詩瓜瓜 How long do you think tiniest young generation will carry Taiwan 的 flag instead of ROC 的 flag I mean this is we should try our effort to make our own Taiwan 的 flag the which flag is stand for Taiwan which one but because for these young student they are very handy to show Taiwan as a country so they currently the national flag is ROC flag so now they only took ROC but we need to create the Taiwan Taiwan flag we need to create one 好 This question is I mean It depends upon us OK Thank you 好 那 這個故事說明了什麼 你從台灣長大 然後念到了所謂的英國的雙博士 英文是這樣 這就證明什麼 這證明台灣的英語教育徹底失敗 好 那徹底失敗要怎麼救呢 我當時給台南市長賴清德 他派來的這個機要人員 兩鐵藥方 第一個 你就是要用重金去聘 海外到台灣來的短期的英語失資 有些大學生 他們Gap Year 他們要來這邊打工賺錢 雖然台灣的薪資很低 但你要調漲一些 讓他們來 搞不好他們就是希望來這裡 有點台灣經驗 甚至有一些台灣台美人的第二代 他們會希望孩子回來工作個半年一年 跟他簽合約 給他比較高於一般的老師的薪水 還是會吸引人 因為有些人想要來台灣 就好像你知道很多人去夏威夷工作 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去度假 到夏威夷工作順便度假 所以到台灣來教英文順便度假 而且那時候我還強烈的跟他提出第二方案 我說第二方案是你利用寒暑假期間 廣招台美人第二代 中國大陸的留學生也沒有關係 就你會中文會英文 最好最好 搞不好你不會中文都沒關係 你的英文一定要是母語 要不然就是接近母語 你才不會交出 像我們的吉祥物獅瓜瓜那樣子的 獅瓜瓜搞不好寫的那個英文能力還不錯 或者是文法考試可能100分 可是他就會交出這樣的英文的雙語 這樣的雙語有意義嗎 沒有意義 好吧 好我們接下來看這個教育部長 鄭英耀是何方神聖 我再往下看 這個鄭英耀他的學經歷 我是在有點擔憂了 來我們來看看他 他是高雄市新興區信義國小畢業 高雄市新興國民中學畢業 台灣省立屏東師範專科學校 國校師資科美老祖 原來是美術老師出身 美術老師做到小學美術老師 一路做到了教育部長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勵志的一個故事 人生故事 接下來台灣教育學院的輔導系 他的碩士是在高雄師範學院教育碩士 他的博士是政大教育博士 這個資歷呢 我唯一擔心的就是四個字 目光如鬥 因為這個人呢沒有出過國 沒有看過國際間 現在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新的教育方式跟潮流 我很怕他把台灣的三級教育呢 帶回我們當時 在小學初中高中的那種 甚至在大學裡面那種被多分的教育方式 因為這個人的視野從來沒有被打開過 好那我們再來看看囉 他出來做事 你說他出來做事可能有很多元的這個工作 所以他的資歷可以補他學歷上的不足 對不起 他的資歷全部都在政治 他當過新經濟文教基金會兩屆的董事 新經濟文教基金會是蔡英文的 再來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全部是在城局啦 要不就是在 就是城局啊 好 中央大學的中山大學的校長 還當過中山大學的副校長 學務長 等等 好 那麼他的專長是教育心理學 創意思考教育啊 這個 對啊 創意思考教育 這美術老師嘛 做勞做的 好 好 那其實我覺得倒是可以重用他一個特色 就是說 做美勞的老師呢應該很會簡簡貼貼嘛 所以蔡英文的那一個所謂的論文上面那些簡簡貼貼 那麗可白啊這些東西應該請教一下鄭英耀 要怎麼樣剪貼才不會出現光是目錄頁就錯了79個字 那麼尷尬 那用什麼樣的這個麗可白才不會造成他前前後後後完全不一樣 那要美勞老師要教他說你用什麼紙 才不會讓人家一眼就看出來你這個是泛黃的跟新的紙夾雜在一起 好所以這個美勞老師呢出場已經出場有點慢的了 台灣蜜世界哈密瓜是一種特別的洋香瓜品種 它的果皮光滑果肉綿密口感清爽 加上濃郁的果香及清甜多汁的淡綠色果肉文明 無論是想用冰涼的哈密瓜片還是搭配其他水果做成清爽的沙拉 都能帶來一股清涼解渴的感覺 哈密瓜的香甜口感絕對能成為你夏日的最佳選擇 人世間的糾紛不外乎愛恨情愁金錢名利 命運在自己的手上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誠實善良的心成就美好的事 以賽亞書第一章十七節 學習行善尋求公平解救受欺壓的 替孤兒申冤為寡婦便屈 只要一心一意走向陽光 我們必定燦爛 我希望找不到一個人 我希望找到一個人 如果我踏迷了 我踏迷了 如果我踏迷了 我踏迷了 我踏迷了 我們在踏迷了 我踏迷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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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沒關係 今天我們要來看中山大學 我今天要徹底的黑一下中山大學 台灣賣學歷賣的最兇的 我記得童文勳在他的童文城曾經講過 北有海洋大學 南有中山大學 不服氣的來告我 沒關係 小賬加一 沒差 北有海洋大學 南有中山大學 是台灣賣學歷賣的最兇的學校 這個鄭英耀就出生在這個學校 但我也不能說中山大學賣學歷賣的兇 就是他的責任 這個要看年代 首先我們來看一則新聞 這則新聞是在2020年的7月26號的新聞 好這個新聞怎麼說呢 高中市長補選候選人李梅珍 陷入這個論文抄襲風波 但是我其實必須 舉個大五指稱讚李梅珍 李梅珍是所有政治人物裡面 被認定抄襲以後立刻道歉 而且是內崩道歉 然後回過頭洗心革面 重新唸一遍 正正當當取得碩士 我對這樣的人表示敬佩 再來 那李梅珍事件呢 連帶影響到了中山大學的所謂大陸所 中國與亞太區研究所 還有公共事務管理學系的專班 也受到質疑 那麼有關於抄襲的論文 被這個審查通過是為什麼 這些呢都被人家批說 這個學校中山大學是一個喜學歷的學校 中山大學聽了也不要生氣喔 台灣的大學百分之七八十 收政治人物都是喜學歷的目的 不是只有阿通師啊 像阿通師這樣的人 在台灣的國立大學很多地方都有 而且不只是國立大學 私立大學也有 這個講不完 但最重要的關鍵在什麼 我講 上糧不真的下糧歪啊 一個廟手空空騙了 四十年假學歷假博士的蔡英文 仍然居廟堂之高 每天在那夸夸而談禮義廉恥 繼任的賴清德呢 每天都在想怎麼洗敵人心 卻對這個在凱達格蘭大的 目前的詐騙學歷的現行犯充耳不聞呢 充耳不聞呢 不是只有這個也在嘲而已 台灣的立法委員諸公們 曾經談到蔡英文的論文們 或者關心論文們的 加起來不到五個 你說這不是台灣的悲哀嗎 我們再往下看 好另外蘇嘉全在2010年呢 也爆出了論文抄襲風波 而他的母校呢 也是國立中山大學 因為這個蘇嘉全的論文抄襲 他的親戚陳永森發表過的文章 後來進中山大學判定說 喔沒有抄襲 那當然你這個無風不起浪嘛 這中間一定有一點 令人懷疑的地方 那當然我們尊重中山大學最後的判定 我相信如果這不是蘇嘉全 是個路人甲 他我想應該會有事吧 再來 結果蘇嘉全反告邱毅誹謗 那麼最後北檢認為說 蘇嘉全論文跟邱毅指控他抄襲論文 確實有多處雷同 所以邱毅呢不起訴 不錯邱毅還蠻可以得到司法的正義 那台北地間署怎麼不去查一查 蔡英文的論文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不過我相信這些東西在520之後 一切都會不一樣 我希望他會不一樣 至於是不是北檢良心發現那不重要 我會讓他不一樣 在我們往下看 另外呢還包括了蘇嘉全 還包括了陳菊 都是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在職專班畢業的 他就沒啥好說的 那麼也是被人家說是中山大學的這個專任教授 吳濟華他的學生 另外吳濟華呢在陳菊擔任市長的時候 就被重用成為市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金發會的委員後來還接了高雄捷運的董事長 這叫做施恩浩蕩 好我們再往下看 另外呢還有就是很多政治人物 中山大學洗學歷出來的 不過我要講一下這個鄭英耀呢 接中山大學是從2016年的8月開始 所以你不能把陳菊啊這個蘇嘉全的過去的這些東西 推到他的頭上 這是不公平的 但是這個學校看起來是有這樣的一個校風的問題 這個鄭英耀2016年的8月份接中山大學校長 原本他在2024年的8月份呢他要功成身退要退休了 他要功成身退要退休了 現在鹹魚翻身要當教育部長 至於是鹹魚翻身呢還是福者這個福者或所依 或者福所依福或兩鄉依呢 我要看他的造化 我們再往下看啊 那在這個鄭英耀從2016年一直當中山大學的校長 一直到2024年曾經發生過一件事情 我們來念一下這個報紙的標題 中山大學碩士班的新資格曝光 臉書十萬追蹤啊就可以來報名 後來被洗臉悄悄的移除 來我們看看啊 這個前任立委李德維曾經質疑過這個教堂哥啊 陳嘉行啊明明就只有高中學歷 你就只有高中學歷 你怎麼能夠去報考碩士班呢 只憑著臉書追蹤十萬人以上的教堂條款去念了研究所 呃我應該再講啊 就是你連在美國這個這麼彈性的學制啊 美國真的是很彈性喔 像我在Wisconsin Madison我念博士班我的老師我的指導教授 我的恩師叫做Jack McCloud 他是政治傳播界的泰斗 如果你不認識Jack McCloud 就表示你完全沒有念過政治或者是傳播相關領域 可是你知道Jack McCloud 的學歷是什麼嗎 他高中畢業之後家裡沒有錢 他呢就去當印刷工人 他去印報紙 就每天印報紙 越印越對報紙的內容產生興趣 所以我的老師呢Jack McCloud 就決定他想要去做一個報紙內容的產出者 而不是報紙的形式的產出者 也就是他不想印報紙了 他想去寫報紙 可是身上沒有錢怎麼辦呢 他就去從軍 他就去當兵 當兵完了以後呢 有退伍軍人的身份 念書面集 有很多很多的優待 在美國其實當軍人很好 美國對退伍軍人是很給榮譽的 很多地方都會有一個退伍軍人的專門的 比方說你不用排隊 或者是你有特殊的優待 或者你不用買門票 很多很多的優待 為什麼 因為在這個國家尊敬軍人 不像台灣 當軍人好像有點抬不起頭 因為這個社會 沒有給他應該要的榮耀 再加上他們好像自己沒有爭取自己應該要的榮耀 這個已經說不上來了 好 那麼我們看到這裡呢 我們就看到了一個問題 我剛剛提到我的老師Jack McCloud 在美國你看這麼彈性的學制 但是他也得要回頭念大學 他不可能說我當過兵 或者是我這個在印刷廠 待過多少年 或者我認識誰誰誰 經由一個推薦信 我就跳過高中畢業 然後我就跳過大學 後來在密西根大學拿到碩士 拿到傳播政治的博士 好 那我講的這個例子是 我並不是歧視那些軌跡跟我們正常人不太一樣的 他可能念記者或念什麼 但是你的學歷還是要補足 怎麼可能高中畢業直接念碩士 那我乾脆小學畢業直接念碩士好了 你還是要去補足你的大學學歷 可是中山大學的研究所竟然開此前例 立了一個教堂條款 就是說你呢 粉絲超過十萬以上 就可以免大學學歷 你不是笑死了嗎 那我不是有三個半的 我的粉絲三十五萬人 那我就有三個半的大學學歷 後來在PTT 上被轟了以後 這個中山大學的這個科系啊 就把這樣的一個所謂的教堂條款呢 給親這個悄悄的移除了 所以這個那那好了 這是二零二一年的新聞 也就是說中山大學呢 這個所在招收的時候 說十班 招收的時候呢 是在 正要擔任校長的時候 那這樣的一個政策呢 我想校長很難說跟他沒關係嘛 不過我還是希望說 教育部長要教育部長的高度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學術的倫理詐騙 一定要理清楚 我會送給這個教育部長 鄭英耀一個大禮 就他5月20號的時候 會收到我的一封純正信函 同時要卸任的潘文中 也會收到我的純正信函 我要問他幾個問題 我會給他律師信 我會告訴他 如果就潘文中來講 請你在卸任之前 你當污點證人 請你重新回答 我們對蔡英文的學歷的一些質疑 他的回答 將會成為他卸任之後 我是否要告他 以及我告他的證據來源 那麼新任的這一個 教育部的部長鄭英耀也是 你一上任之後就會成為我的被告 但是重點在於 你要不要替蔡英文護航 如果你要護航 你就一定會成為我的被告 而且我會告你的方式 會超過你的想像 我會先送給新任的教育部長 請你認證台灣歷史上 最大的學歷詐騙事件 詐騙事件的主角叫做 蔡英文女士 因為那個時候 她跟我一樣是一屆平民 直球對決 所以我期望新任的教育部長 鄭英耀 我給你四個字 好自為之 進段廣告 馬上回來 日本長期琵琶 又稱初夏的滋味 從江戶時代開始已有百年歷史 四面環海擁有溫暖海洋氣候的長期 非常適合琵琶生長 長期琵琶利用溫室與日夜溫差 使得種植出來的甜度極高 果實大顆飽滿 外皮金黃耀眼 是節日送禮的最佳聖品 人世間的糾紛 不外乎 愛恨情仇 金錢名利 命運在自己的手上 一念天堂 一念地獄 誠實善良的心 成就美好的事 以赛雅書第一章十七節 學習行善 尋求公平 解救受欺壓的 替孤兒申冤 為寡婦便屈 只要一心一意走向陽光 我們必定燦爛 為了 百分之一 禁止 是 每每天破獄 臨時 我來翻譯 你 想法 而 極 和 watching the sunrise high tide when no one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好今天在那個聯合報電子報上面 我看到了一則新聞 很多人可能不太在乎 或者不太重視這則新聞 這則新聞短短在兩三百個字 可是我認為這件事情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非常重要所以講三遍 它的標題是 這個施林地方法院的法官 從宿舍墜樓生什麼 然後警方釐清什麼史因當中 為什麼我不去提呢 因為提到這幾個字 在油管在YouTube裡面 很可能就會找你麻煩 就說因為你說了那個 什麼跳樓啊這些這些東西 但是我們是很中性的在講一則新聞 所以大家知道我在講什麼意思 一個這個法官呢 是施林地方法院的法官40歲 40歲 就從樓上去體驗這個自由落體 然後就施施 反正這個是一個不幸的消息 但是這個信心呢 我就拉出了一件事情 我覺得很值得討論 法官呢一旦披上了法袍 坐在那個位子上 我講的法官包括檢察官 包括這個就是犯稱的司法官 這些司法人員穿了一個法袍以後 坐在那裡就神聖不可侵犯 然後就為所欲為做他們的事情 這是非常危險的 我在十年前擔任過檢察官評鑑委員會的委員 第一屆兼發言人 第一屆檢察官評鑑委員 一共只有四個社會公正人士 因為是第一屆 所以這四個人是千挑萬選的 我也很榮幸 是唯一一個不是法律背景的 雖然我有一些法律背景 但我不是法學院教授 另外三個社會公正人士 都是法學院的教授 這三個裡面呢 我知道有兩個現在在當大法官 可能也已經快退任了 好那我是第一屆檢察官評鑑委員會委員 而且我是兼發言人 也因為這個關係 所以我看了很多 有關檢察官被告的例子 你知道會到檢察官評鑑委員會的案例是這樣子 就是大過不犯小過不斷才會到我們的手中 也就是說如果你涉攤啦 你已經獨職了啦 你已經做到那種接受刑事調查 那就不會到我們這邊來 但是就是說你還沒有到刑事責任 但是你做事就亂七八糟的 在我眼裡看來已經非常嚴重了 這個包括哪些呢 包括對那個被告 或者是對這個律師辱罵 要人家下跪 還有把那個錄音的過程硬是把它關掉 關掉了以後 對這個當事人呢 進行各種各樣的辱罵甚至恐嚇 就是把現場的監視錄影帶跟錄影機給它按掉 然後開始動私刑 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有 我還處理過很多私德方面的案子 好在這兩年當中呢 因為我看了這些東西 我深深感受到一件事情 其實我在離開第一屆檢察官平行委員會的委員的時候 我其實 在私底下 我有跟這些法官 檢察官的這些高層提過 我說是不是應該要讓檢察官法官 這一些司法官呢 每年都有一些 精神方面的 精神醫師或諮商 為什麼我這麼說 因為有很多職務呢 真的不能夠有精神狀況的問題 比方說我隨便舉個例子來講 大家可能不知道 所有的航空公司的機師 就是飛行員 一定非常嚴格的經過 每一年都要有身體檢查 跟心理檢查 特別是國外的航空公司 非常在意這件事情 而且對於每一個機師的心理狀況 跟家庭狀況都要掌握 不要說在家裡面每天跟被老婆罵 然後出門都心情不好 然後就開飛機 然後晃神或諸如此類 或者是有精神病發 或是恐慌症 躁鬱症 那整個飛機上幾百個人的性命 操縱在你手裡 同樣的台灣的司法官 也應該每年做體檢 包括精神上面的鑑定 當時我講這話 怎麼沒什麼人理我 可是事實證明什麼 法官不但是人 而且他們是一群精神狀況 很可能比常人更有問題的人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他們的工作壓力非常大 第二個他們上游長官的關切 私底下又有良心的煎熬 所以他們常常處在一個很不穩定的狀況 所以有人告訴我說 劉成武住在法官宿舍 所以他的鄰居 常常聽到劉成武跟黃國昌一樣 這個在立法院有咆哮歌 在法官宿舍也有咆哮歌 所以他們就常常想說 是不是他的精神或各方面狀態不太穩定 所以你看他去對他的鄰居 竟然會咆哮 而且講話說那個整個人都在發抖 像這樣的畫面是不是在立法院 有的時候你會看到有些咆哮歌 會有這樣的狀況 因為一般正常來講你在問政嘛 你再怎麼生氣你也不會說 就是動了情緒動了怒 你會說是否就是在說 你會要用他的偏向 我怎麼不說 我 誰會帶他去 你會帶一隻眼神 你會帶一隻眼神 一見你會帶我 有問題是常見的 他們認為你焦慮你失眠你心神不寧 甚至你脾氣暴躁這都是精神疾病 你都要接受某種程度的治療 好 那所以我當時就一再的跟提了這樣的案例 我記得我在我自己的任內 當檢察官評價委員會的委員任內 我接受到兩個案子 這兩個案子我的看法都跟一般的 檢察官法官尤其是法院派來的 或者律師的看法有點不一樣 他們認為應該重判的案子 我認為應該不是這麼做 他們認為這沒什麼了不起 我認為這很嚴重 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碰到的一個檢察官被控訴的例子 是我聽現場的錄音帶聽到一半怎麼中斷了 過一陣子又開始錄 我就問說這個錄音帶是一個證物 怎麼中間會不見了 他們就在笑 結果跟我說哎呀你大驚小怪 因為檢察官法官在錄音的時候 那個錄音的開關在他們的座位旁邊 所以他們可以輕易的把它關掉 我說怎麼可以這樣 那今天他如果在那邊罵人 打人 他把那個錄音機錄影機關掉 如果現場沒有旁聽的人 一般法院現場幾乎不會有旁聽的人 好不像論文門這樣一大堆人在聽 那他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你把這個鏡頭關掉 聲音關掉的同時你就觸罰了 我認為這應該眾判 他們認為這小事一件 另外一件事情呢 他們認為一件是眾判 我認為這件事情不是這樣看的 就是我記得當時呢有一個案子 是一個女的檢察官 她被長官移送 檢察官平均委員會 因為她說她經常失控 會咆哮 不是只有咆哮歌 也有咆哮姐 還有呢 具體的例子還說她曾經在宿舍發生火警 這句話的意思喔 在我的認定 當然 因為沒有辦法去進一步的追問 因為這個把他移送檢評會的人不說理由 因為會知道他的宿舍起火 那一定是檢察官的上司或者同事 那如果他是不小心 家裡面這個燒開水燒到起火 那這怎麼這就不會是他的責任 所以我的判斷是縱火 檢察官在檢察官宿舍縱火 這件事情大不大 對不對很大 所以當時我們檢察官平均委員會就要辦他 可是我個人認為這件事情不是要辦他 而是應該把他送心理精神的治療 這個事情不是辦他的 你辦他的搞不好哪天跳下去 所以我當時的力排眾議 我說這樣的人不是要懲處 這樣的人是要治療 可是沒有人理我 最後這個判決下去 就是我們檢察官平均委員還是裁定 他呢就是申戒啦 還是什麼什麼扣薪水之類的 這個前提是告訴我說台灣的很多檢察官司法官 其實應該淘汰 而且要定期做精神方面的鑑定 如果他是個不正常的人 他的判決怎麼會正常呢 所以從今天這個市林地方法院的法官40歲就 親身體驗自由落體重力加速度 每秒每秒980這個公分厘米 這樣的重力加速度 你覺得台灣的司法官是神嗎 還是他跟我們一樣是血肉之軀 還是跟我們一樣必須經常定期去做身心健康檢查 不然台灣的司法怎麼可以交給這一群 明明是人 卻賦予他神的工作的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呢 好今天我們廣告 我們要回到論文門 來自日本長期西海美味的西海蜜乾 靠著當地蜂窝的土壤 與溫暖的氣候 使得西海蜜乾有著獨特的甜美風味 而且果汁含量極高 果香濃郁 連柱皮都可以一起吃 每一口都彷彿帶您走進了日本的夏日 讓您感受到大自然的恩賜與美好 人世間的糾紛 不外乎愛恨情仇 金錢名利 命運在自己的手上 一念天堂 一念地獄 誠實善良的心 成就美好的事 以賽亞書第一章十七節 學習行善 尋求公平 解救受欺壓的 替孤兒申冤 為寡婦便屈 只要一心一意走向陽光 我們必定燦爛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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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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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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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覺得每個字都值得推敲 這個題目是這樣 他在談4月7號言論自由日 所以這個瘋傳媒的主筆 我不知道是不是夏珍 還是哪一位主筆寫的 我覺得非常好跟大家分享 4月7號言論自由日 民進黨的蔡政府行李如宜的紀念 為100%的言論自由 犧牲的鄭南榮 准總統賴清德出席這項活動 連發兩篇臉書文 強調守護言論自由 不讓假訊息認知作戰破壞台灣 這兩件事情是完全不搭嘎的 我也同意我不讓假訊息認知作戰破壞台灣 這件事情是在前置自由 但是前置的是假的訊息 就是多少罪惡假辱之名為之的假自由 前面講的100%的言論自由 是100%言論的真自由 所以把這兩個東西放在一起 我覺得有一點滴溝到菜兜 有一點莫名其妙 我看不懂語意 我們再往下看 賴清德的堅持值得肯定 這篇文章是這麼說的 不過他眼中口中的假訊息 認知戰 如果包括民進黨人所傳播 製造的那又該當如何呢 我們來看第二段 蔡英文總統同樣出席活動 臉書發文誓言堅定不移地守護台灣的民主和自由 諷刺的是就在蔡英文的八年執政當中 台灣引以為傲的言論自由成了民進黨片面擁有的自由 蔡英文自豪大家可以在音樂記上舉著傳達自己理念的旗幟 但是在網路上論述自己的想法跟立場 當然是衝著興高采烈的表演來的 但是卻因為他很白目的在臉書上發文說中國台灣 而被取消在音樂記上表演的中國獨立樂團回春單而來 台灣人可以自豪於國家立場的表達 卻少了寬容理解之心 如果台灣記必須是國家主權立場宣誓的音樂會 那麼主辦單位就不應該邀請中國獨立樂團的成員來談 這講的是有道理的 因為格子有格子的立場嘛 對不對 就像在中國大陸如果你要去喊台灣獨立 我相信你也完全不會給你任何發言的機會嘛 所以這應該是知道的 好再來 他說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就尷尬了嗎 那你既然邀請又群攻他 客人不得體主人也失禮 這樣台灣價值讓人遺憾啊 好接下來民主自由的確已經內建成為台灣的DNA 蔡英文筆下的這個在網路上論述自己的想法跟立場 卻不一定每個人是習以為常的生活 在過去八年有無數在網路上質疑民進黨蔡政府的政策主張 被檢警約談甚至到了採處 有人交繳了罰款了事 有人不服官司打到法院 有人勝訴 有人被通緝 所以就是我 接下來 如質疑蔡英文博士論文的彭文正 連護照都被取消 這重點還不在於言論自由喔 重點在我講的是百分之百正確的事情 我是個揭蔽者 這個吹哨者揭蔽者 沒有得到獎就已經不錯了 還把我的護照給註銷跟沒收 台灣是民主國家嗎 好我們再想 那麼有法庭未判就遭積壓了 還有呢 這個承認自導自演被恐嚇的臨北好優 沒有追問積壓是不是不符合比例原則 在言論自由日之前夕 花蓮發生二十五年來的最大的地震 舉鍋茅魚救災的同時 民進黨人王毅川還好沒有當立法委員 這種人進了國會怎麼辦 臉書發文質疑 新北黃狀捷運系統沒有復原就通車 新北捷運局是強調 該路段還在復原休整之後 根本沒有通車 所以王毅川這個消息 是不折不扣的假消息 蔡英文或賴清德可曾動念要追究過呢 黃論更早之前 民進黨六位總質詢遲到的這件事情 惡人先告狀要質疑立法委員 這個立法院長韓國瑜 沒收他們的質詢 更惡劣的是批評韓國瑜是要去玩 還是要去喝酒 立委散佈假消息 又該如何懲處呢 瘋傳媒朱筆氏的這篇文章說 台灣的民主自由 正如蔡英文賴清德所言 絕不是憑空而來的 而是許多前輩的血淚拼搏下的成果 反而這些前輩 絕非僅止於民進黨人 掌握權力的民進黨 欣欣面唸在於鞏固權力 監察院長陳菊就是個典型 掌握權力的民進黨 在監察院不打老虎已經很久了 他們不但不打老虎 他們也蟑螂都不打 但在他手裡連蒼蠅都打不了 審計部做出決算報告檢討政府 特別預算浮爛 審局的作為是提醒審計部要設置發言人 提醒加了引號 對不實新聞做立即的澄清 特別預算是否浮爛 難道也成為了不能夠討論的主權象徵嗎 所以在這邊呢 他提了非常多的例子 包括了 他在談到兩岸的關係的時候 他說統一 獨立都是一種言論自由 可是 卻把民眾黨的主席柯文哲抹成是 中共同路人 所以像這樣子的事情是層出不窮的 在這篇文章的最後說 賴清德引用了先史前的話說 幸福的秘密是自由 自由的秘密是勇氣 表示他會跟每一個台灣人攜手 以勇氣帶來力量 確保自由守護民主自由幸福的台灣 好 這話不用多說 第一件事情是你的勇氣要拿出來 對於蔡英文這八年來 前置言論自由造成冤枉的各種鮮明的例證 因為我知道的我自己吧 很簡單 我在沒有準備程序停的情況之下 就直接發布通緝 我在人不在台灣的時候宣布開庭 我在要求視訊出庭因為疫情嚴重 卻沒有辦法視訊出庭 我的兩個律師帶我出庭卻不被認可 隨即發布了通緝 通緝之後 把我還在護照有效期間的護照 禁止沒收註銷 這一切的一切 難道是言論自由的象徵嗎 賴清德你可曾想過 不管你還沒有上任 你可曾在你黨主席任內想過 在學論事件頻頻出包的情況之下 你可曾想過你的黨員蔡英文 從頭到尾是一個假博士 你有思考過 你要進行任何的調查嗎 我們正經傳媒的同仁 寄了一本惡觀三把證據寄給你 你連拆都沒有拆啊 你元書奉還啊 這個難道是你的勇氣的來源跟象徵嗎 520之後 我們一定會跟你直求對決 又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刻 我們要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話語 今天要分享的上帝的話語是 真言三章33節到35節 耶和華奏主惡人的家 一人的居所他卻似服 他績翹那愛績翹的人 但私恩給謙卑的人 智慧人必承受尊榮 愚昧人高升卻是羞辱 祝大家平安喜樂 有個愉快的夜晚 明天見 一位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